小徐一直在湖北实验工作 有一位在萧山的朋友 之前在亚美洪寒做了鼻综合手术 随后就推荐给小徐 小徐说他专程从湖北赶过来 花五万块钱做整形 自体肋骨鼻加上蓬体吧 然后一个是手术大眼综合 当时一起谈的是 因为当时本来准备眼睛和鼻子一起做的 第二天我要做手术的时候 蚊子给我这咬了 种子特别厉害 然后我眼睛就没做成 小徐说现在已经过去半年多了 他对鼻子的外形不太满意 所以剩下的眼综合手术 他也不想做了 这个地方摸的地方是往外长的 这一块有点鼓起来 你摸一摸就能摸得到 这是凹凸不平的 硬的长在这 然后这边鼻头它是往这边倒的 我看这视觉上感觉不太明显 但是就是一拍照的话就很明显 就是不管你用哪个角度拍 只要是用原始相机拍 他都是出外的 小徐拿出一张术后正面照 看不出鼻子有明显歪斜 他还提到术后他的鼻中格明显比以前宽了 他又拿出一张鼻子侧面的术前术后对比图 能看出鼻子线条的变化 小徐表示之前他向亚美红寒方面提出要对鼻子做调整 亚美红寒方面同意了 不过对他提出的要把眼综合手术的钱全部退款的要求 对方没有答应 把聊天记录截图发给他们工作人员之后 然后他们才说退我眼睛五千块钱 然后我说我不能接受这个眼睛 他说的是一个大眼综合不止一万二 我们每一个项目的单价 我们这边的话都是有价格表的 那如果两个项目在一起的话 因为一个你是整个字体类 字体类跟眼部的话 不可能两个项目按正常的单价来说 不可能只有五万块钱的 我们肯定是高于这个价格的 那正常的算两个要多少钱 这个的话看一下价格表 因为他当时咨询的时候 那个咨询师给他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折扣体系 我们现在的话 因为你们将临时来 我也没有看过他完整的资料 关于小徐的眼综合项目到底按多少钱算 杨经理表示暂时回答不了 但在他的权限范围内 可以退还八千块钱 并报销小徐的来回机票 另外对小徐的B综合手术 杨经理认为是成功的 考虑到小徐自己不满意 他们可以帮小徐调整一次 小徐表示还要再考虑考虑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